尽管有按时清理手机里面多余照片的习惯 哪怕买了空间更大更贵的新手机来继承照片数据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手机里面照片的体积依旧会相当的可观 所以大家的手机存储空间里面 光相册这一项就占用了多少呢 我知道很多手机都有自带的云服务 但是它只有5GB的免费空间 很快就会买了 然后就会提示你冲钱 我已经花钱买了手机了 还想让我花钱 做梦 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云相册或者是网盘 但免费的东西往往都是最贵的 以照片的隐私性质来看 我很建议去有人分析我的相册 然后帮我删掉我的那些 再顺便拿我们的照片去训练他们的人工智能 以便于来更好的分析我们的相册 最重要的是这些网盘啊相册啊 上传的时候又免费又快 可是你想要下载回来吗 嘿嘿 大家好我是斯坤 这期视频我将尝试记录 并分享我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影相册 相信能够看视频的各位带来一点点启发 好的那要直接开始吧 首先是软件部分的选择 一番生思熟虑之后我还是选择了ROM RANGE 首先是配置方便并且开源免费 甚至可以不用安装额外的操作系统以及繁琐的配置 对于绝大部分用户来说电脑上面安装一个服务端 手机上面安装一个客户端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了 像家里的笔记本啊 垃圾脑的2345奶电脑都可以继续发光发热 然后就是跨平台了 客户端的话安卓和iOS都有 服务端你可以把它装在Windows或者MacOS的电脑上 另外还支持Dock容器 Ubuntu甚至是树莓派 刷了ARMbin的玩客云 甚至是刷了OpenWater的路由器 插上一个硬盘就可以使用这个云相册服务 以Windows为例 从下载安装到配置完成 整个过程花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分钟 现在就可以同步手机相册到我们所使用的服务器上面了 非常的简单 连上家里的WiFi 手机里面的几千张图片和视频 挂后台半小时就同步完成了 也可以使用家里的手机电脑或者平板 打开浏览器 输入服务器的IP地址 冒号端口号 来查看备份的相册 到了这里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个私人云相册的绝大部分 也已经完全的实现了我所需要的一个完全可控的一个私人云相册的功能 但是现在只能在家里用 出了门就不行了 升车换成流量就不能用了 因为在外边就连不到家里的WiFi 手机和服务器又没有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备份和查看已经备份的照片了 接下来就是要做的是想办法让服务器能够穿透家里的局域网 使其在外网也能够访问 家里有宽带的可以直接打电话给运营商客服要求开通公网IP 理由的话随便找一个就说自己家里要装监控就好了 有了公网IP之后就可以在你们家稍微新一点的路由器上面设置一下端口映射 然后就可以在任意有网络的地方输入你们家的公网IP冒号映射的端口 就可以登录查看和进行备份了 但这并不是一脑永逸 以我使用的中国电信来看 它的公网IP是一个动态的 所以还需要一个DDNS动态域名 这个用路由器自带的就好了 可是这个随机的域名它太难记了 然后我就花了五块钱巨资买了一个.xyz的域名一年 然后我就设置好了我好记得域名解析到我的这个DDNS域名 再跳转到我的公网IP 再经过我的路由器映射到我的服务器 经历这样一层一层的套娃是麻烦了一点 但是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安全性和应用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当然如果你嫌麻烦或者说网络条件不允许的话 也可以去使用樱花穿透 虽然几乎可以迁到免费白嫖 不过隧道的速度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限制的 可以花一点点钱去使用像花生壳这样的专业服务商 罗某官方推荐的硬件部分 是使用树莓派这样的低功耗且性能也够用的单板电脑 树莓派我没有 但是我有这个一块搭载了英特尔奔腾银牌N5000处理器的迷你主板 非常的迷你 体积甚至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小飓风灯大 看上去就没少经过折腾 它的样子非常的惨 性能的话是4G内存 4核心四线程 最大频率2.7GHz 虽然性能很差看B站的4K视频都能死机 但是完全够用了 而且最大运行功耗也在15W以下 和一个节能灯泡差不多 长期的使用没有任何的心理附带 就很适合拿过来当这个照片服务器的硬件部分 而且这块主板它是有自带64GB的硬盘空间的 单纯的用它来存我的照片已经完全够用了 不过这样子裸在外边实在是太惨了 然后我就给它简单的加了一个外壳 装了散热系统 下面我还设计了一个可以将固定移动硬盘用作底座的配件 非常的人心化 我给它加装了5TB的超大容量的移动硬盘 可以用作云像车的一个冗余空间 很明显这个空间绝对过剩了 所以我还可以将这个服务器配置成一个基于Windows的个人网盘 好像一不小心又开了一个新坑 虽然说N5000它这个性能是势累入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再给它安装一个向日葵和迅雷 却没有丝毫的压力 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我在外边也不用担心错过群油开车了 甚至我还可以再装一个虚拟机 虚拟机套娃虚拟机跑一跑老游戏还是美滋滋的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 现阶段的这些应用还是先基于Windows吧 而且Windows对于绝大部分看视频的观众来说可复制性也更强 之后转成Linux以及使用Dock容器来搭车服务器才可以玩出更多的花样 不过我们还在学习当中 如果觉得这些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妨一接三连支持一下 网页段可以长按Q键轻松三连 你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是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